小猴子你好,我去4S店,试驾了第三代的哈佛S6 2.0的,和长安75plus也是2.0的,这两款车我都非常喜欢,但是很纠结,不知道该选哪个,请问问你哪个质量更靠谱,山大就更靠,日后用起来更省心呢,谢谢。 这两台车都是咱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主流车型,用的吧,都不错。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啊,如果说这两款车让老铁和粉丝的朋友们,让你们去选择,你会选择H6啊,还是选择XN75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,我们一起讨论,也并且帮助这个老弟呢,出出主意。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啊,这两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,还有这个驾驶感受,毕竟买台车嘛,就是针对一个生产件的一个可高度,毕竟得天天开着它陪伴你,开着不得劲,多闹心。 先说一下XN75 Plus,它有1.5T,还有这个2.0T,大家尽量上的2.0T啊,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,但是1.5T呢,正常也过用。 那你选的是2.0T,咱就说2.0T,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南京系列这个2.0T直喷无论这家发动机。 日销率还是很高的啊,发动机的质量也很靠谱,挺不错的,好几代车型,市场的口碑也都反应很不错,能用得住,那么15万到43万这个价位。 那么轴距是2710毫米的一个轴距,扭矩达到了360,马力达到这个233,可以说拉动这台车是绝对过用的啊。 嗯,无论是1.5T还是2.0T,都是全新匹配的爱信8AT变入箱,这点是非常非常厚道的。 在这个价位里头,能给爱信8AT变入箱呢,也就只有这个残秋Plus,就可以是非常好的一款变入箱。 耐久度上,乃至平准度上,可靠度上都非常不错。 那么前面后面都是独立熊啊。 再说一下子,第三代的哈佛H6,也是搭载自主研发的2.0T的直播轮达发动机,也是15万,43万就可以拿下了。 那么扭矩是325,马力是211,这个扭矩和马力呢,要比这个残秋Plus要稍稍小了一点。 轴距呢,要长一点,2738毫米多了,那么搭载的是一个自主研发的7档的4式双离合变入箱。 这款变入箱呢,那有度也可以,毕竟浩宇带一直用都不错,但是跟这个爱信8AT,跟XN75Plus一比呢,还是差一些的。 靠谱性啊,还有这个耐有度上,都要差一些。 但是各有各的优点嘛,毕竟双离合变入箱嘛,传出的速度比较快一些啊,升党驾驶感受更棒一些,不一样。 那么前麦夫性独立熊娃,都是后面也是独立熊娃,非常不错。 说到这个发动机和变入箱呢,两台车都很不错。 那么外观内饰呢,我们就不多说了,萝卜白贴各有所爱,你喜欢哪个就选招哪个。 主要再说一下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有主要的区别。 长安75Plus开起来是非常平顺的,而且这隔音做的也很不错,底盘的扎实感也很好。 完全就是说超越了自己本身的价位啊,很高,有一种高级豪华感能开出来。 虽然是十三十万的车能开出那种感觉来。 并且当你提速的时候,身材原本踏板和前材原本踏板呢,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那种顿挫感。 而隔音做的非常好,整体的驾驶和质感呢,很高级很不错,并且悬挂啊各方面表现的都很不错。 那么哈克16呢,推背感呢,也是明显能感觉到的啊,由于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加持,所以说动力上呢,虽然是不如这个长安75Plus,但是在低速起步的时候,特别是极下速的时候,还是明显能感觉到有一些顿稠感的啊,这点呢,比顿稠感要比这个长安75Plus要稍稍明显一点啊。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明显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,那么动力响应呢,由于这个七档四双离合呢,反映全都迅速啊,隔音呢,他没有这个长安75Plus做的那么好,整个台车的行驶质感呢,他也没有长75Plus做的那么好,哎,呃,底牌寻挂这块呢,都差不多。 总理想来讲呢,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呢,就是说长安75Plus更高级一点,细腻一点啊,这个爱心8IT呢,确实不错质感啊,品实度非常好。 这我认为长安75Plus要比这个S6更好一些,所以说我还是推荐长安75Plus的,但是S6也是非常不错的,毕竟这么多年了嘛,一直口碑啊,还有市场的验证都是非常不错的,是吧? 那有没有开过这两款车的交伙伴,或者是也买过这两款车的交伙伴,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讨论,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,谢谢,拜拜。